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第二個 我們居然高一在一開始 市政府居然出了三百萬 是七百多萬的創教基金 市政府出三百萬 教育部出一百 省政府出一百八十萬 每一百五十萬 其他民間 善失人是一百八十幾萬 所以出稅多的是高一市政府 請市政府去查一下 把這個事實的歷史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裡都沒有一個 一個權益 到底是怎麼樣 變得完全私有 雖然是公益財團法人 但市政府完全沒有角色 他們的正義說到底為什麼 這裡是杜聰明創辦 買地那時候陳啟川先生 他說南河新說要捐地 也有捐贈證明 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到底是捐贈還是購買的 這個是三民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提出來的 是用一公頃一萬塊 當年的一萬塊 十二公頃 是十二萬 用建效基金七百多 七百多萬去買的 為什麼又是一方面又稱之是捐贈 一方面又有買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 我希望市政府釐清 站在一個市政府去釐清 到底是捐贈 如果是真的捐贈 把它還原事實 如果不是捐贈 是購買 那就要講清楚 這是對小韋傑的釐清 我覺得我們很忠心 忠心地在談這個問題 因為它會成為一個 就是捐錢嘛 要捐地才會成為一開始 又沒有捐錢又沒有捐地 這跟我們一般社會大眾是不一樣 包括我們的史實 是不一樣的 天大地大地 大家都小人 要說得那麼大 這就不是輸贏 不是利益衝突而已 我覺得市政府 我們有義務釐清 到底有沒有捐錢 有沒有捐地 因為一選是電容 三七五減租 不能講用買的 因為用買的話 電容有優先購買權 所以對外說 用捐贈的 實際上是有買的 那電容的錢又慢慢 又花了二十年 陸陸續續 再把電容的權益買回來 經過了二十年 所以才完整的現在的效地 我還是希望市政府去查清楚 市長找夫 市長請找夫 市長謝謝文言指教 高一的創辦人 是杜崇敏博士 這個教育部已經做過 釐清跟說明 我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也協助在這個案子的 這個相關的部分的釐清 那市政府又會願意提供 相關的這些 現有這些文證資料來供 不管是文獻 或者是這個調查 來協助 因為我們市政府還手上的這些 轉移的資料 地級的資料 這個我們也來提供協助 作詞作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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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